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潮湿的鸡蛋和碎片 墓穴之后我们再加入潮湿的鸡蛋和碎片 注意水分不要太多 接下来再加入报纸条 这些材料都能为乳虫们提供一个潮湿透气的基本环境 还有一样秘密武器那就是蛋壳碎 为什么要加蛋壳碎呢 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之后我们为乳虫们添加一些基础食物 咖啡残渣和一些细砂 作用同蛋壳碎桶里帮助乳虫们消化 Coconut Fiber 椰壳组织 帮助流出水分保持湿润 如果没有椰壳组织 也可以用原液土代替 接下来我们放入一些细碎的食物残渣 越细 乳虫堆肥的效率就会越高 蔬菜 果皮 咖啡渣 茶叶渣 面包 麦子 蛋壳碎 和未经漂白的纸巾都是乳虫们的完美食物 但是要注意避免橘子科的水果 洋葱科的蔬菜和刺激性很强的香辛料 堆填了四分之三满后我们就进行浇灌 让整个环境有足够的水分 万事俱备 是时候请出我们的主角乳虫了 放入一磅的乳虫 盖上盖子 放在阴凉处 我们的乳虫堆肥香就做好了 您也赶紧学起来吧 下一期的潮流资讯站 我们将继续教您如何照料堆肥香 以及核实收获 千万不要错过啦